疫苗的效力 這個有看到 應該是日本這邊好像有驗到菲律賓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變種病毒 那看起來是跟 巴西是不是巴西株內株好像有一點關係 那這個部分目前國內是沒有驗到 那如果有驗到我們當然會針對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邊想請教一下莊副就是說 那個 想問一下血栓的事情因為現在歐洲各國還有一些國家就是因為血栓的 部分然後就是有暫停施打AZ這樣子 那想再問一下說當初我們之前有做過 醫護人員的意願調查表就是要不要施打這個AZ疫苗 那假設現在就是AZ有風險的話他們當初有填這個意願調查表的是不是之後他們可以反悔說 他們不要打那會請 蔡總統先施打嗎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對於AZ疫苗的部分到目前為止的政策還是說 如果可以打的時候是不是就是繼續打或者說也會參考歐洲的案例可能有 暫停施打的情形 謝謝 好有關這個歐洲這邊有一些國家有出現這個血栓的就是打了AZ之後 那發生血栓這個事件 那 歐 這個歐洲的藥品管理局 他們也 也說在要進行調查 那目前他們的意見是 就是施打這個AZ疫苗的利益還是大於這個施打 也沒有直接的證據證實這個血栓跟這個打疫苗是有關 不過我們還是靜待他的調查 那大家有看到這個有哪些國家是 暫停打 事實上也有些國家是還在持續施打的 比如說法國 英國 德國 澳大利亞 加拿大 默契哥 韓國 世衛也支持在持續的施打 所以有關是不是這個 血栓的事件 那我們是不是就一定要跟著打 事實上也有很多國家是還在持續在打的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會持續的在觀察這個 這個 歐洲藥品管理局他們 最後所做的這個調查的結果 那這個他們所 這個目前就是還有幾天的時間嘛 就持續的觀察 那有關這個我們調查的意願只是做一個參考 最後要不要打是 醫護人員他們自己的決定 我們並沒有壓著他去去打啦 對這個其實大家都可以 可以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抱歉 問題是那個大家有說那蔡總統要不要先打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會公佈的這個 公佈的這個意願就是施打的這個百分比之後 那當然在最後我們會 再做一個說明啦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幫他做決定 OK 周副好想請教說11.7萬劑疫苗有機會下週開打嗎 還是有需要更多的時間進行審查 那再來是說 中國大面那邊公佈只要發生過疫苗嚴重過敏的人都要先禁止施打 那想請問台灣有計畫要這樣來規定嗎 謝謝 11.7萬劑的這個部分 那目前FDA他們是在17號就可以完成這個 完成風間 完成這個檢驗啦 但是後續他事實上還需要做標籤貼標籤做風間檢驗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還需要把這個疫苗運送到各個 各個衛生機構上去 那這個都是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會宣佈 施打的時間 指揮官近期 當然就會說明 那有關這個 他意思應該是說施打第一劑 如果有過敏第二劑就 就不施打 是這個意思嗎 他好像是說 過去曾經對任何的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的人都不能來打新冠肺炎的疫苗 目前啦 目前大致上其他國家的做法都是說 如果你 你當然可以針對你有過敏的話 那可以跟醫師 醫師詢問評估看看 那如果過去第一劑 第一劑有打了有過 嚴重的過敏 當然就第二劑就不建議打 目前的做法是這樣 那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請這個專家再來做 做一個討論 好 請 免事提問 想問一下那個 現在目前這個COVAX的 採購的這個進度如何 然後可能說有遇到一些轉折 那可能大概跟我們講一下說可能轉折的問題或是出在哪裡 預計什麼時候最快可以拿到 謝謝 COVAX的部分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 處理啦 那當然就是有遇到 剛 我昨天的確是說有遇到一些轉折 那這個部分到目前 為止都還在陸續的解決當中 那我們也開始在在著手準備這個聯繫運送的問題 那只要有確定的一個運送的時間 時間跟數量的話 我們會立刻跟各位宣布 川普想請教一下 那個英國 也有傳出說打AZ疫苗有不少反應 過敏的反應 想問一下說是不是AZ疫苗發生過敏的反應的情形 比其他兩支疫苗還要多呢 謝謝 這個之前羅布有做過 所以很難很難去比較說 因為各個國家不同的過敏的一個定義 但是英國剛好有打AZ跟BNT 我們來看一下嚴重過敏反應 英國 就看英國就好了 AZ是百分之17.9% BNT是百分之21.1% 所以如果以嚴重過敏反應而言 就是AZ跟BNT都是 都屬於稀有事件 也沒有說AZ有特別比BNT高 那這個來這邊特別說 那至於要跟其他國家來相比 就是因為 每個國家的定義不同 那可能有不同的一個定義 所以他的那個數字就比較比較 很難去 去來做 做一個比較 不過至少韓國可以看到他的數字是比英國是低的 百分之4.5% 那這個 這個部分反正就大家參考 莊副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因為上週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跟要需要施打疫苗的單位 還有被施打的對象 就是有做一 再次的討論 想請問 關於疫苗的施打 有沒有訂定一些相關的細節 比如說 除了我們知道就是第一線的醫護人會先打之外 這類的人當中 有沒有哪些人是暫停不能施打 有沒有已經訂定這樣的規則了 我們目前的醫療應變組 在針對這個部分 有做了一些比較詳細的一些 規範 那不過就還在 可能最近 可能看禮拜一會不會對外釋出 那主要是給醫院參考用的 對 好 今天台灣新增了一例境外移入 這是來自剛才指揮中心的最新記者會 وم年往前